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习近平共同致富议程 中国消费品和绿色能源股票 中国政府监管打压下的避风港 新冠疫情封锁中的复苏 中国房地产危机损害投资者信心 对习近平的共同致富议程的压注 导致了2023年的巨大损失 Dunberg 2023年 那些在两年前相信中国消费品 和绿色能源股票 将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新政中 获得巨大收益的投资者 现在看到 他们的持股价值已经大幅下跌 中国美东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体育用品制造商李宁公司 和能源储存系统制造商 普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价 在2023年下跌了至少68% 成为MSCI亚太指数中 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 这些股票被认为是 中国政府监管打压下的避风港 因为他们符合习近平的政策重点 包括缩小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行动 以及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然而 由于中国从新冠疫情封锁中的复苏受挫 以及深化的房地产危机 损害了投资者信心 这些股票反而遭受了不成比例的损失 投资者应该放弃狭隘的主题 而是关注每个基础业务的质量和内在价值 这将是对未来回报更可靠的预测指标 伦敦Artemis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帕拉斯 阿南德表示 该公司管理着价值约290亿美元的资产 仅仅围绕共同富裕这样的主题进行对齐 已经被证明有其自身的陷阱 定义 人物与事件 影响 习近平共同繁荣议程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项重要国策 旨在通过公平的机会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基本生活保障 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 该议程强调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财富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以缩小贫富差距 在这一议程的推动下 中国的消费品和绿色能源行业原本被视为在政府监管加强的背景下的避风港 具体而言 消费品公司因为直接服务于民众的日常需求 而绿色能源企业则因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政策获得支持 然而 自2021年以来 新冠疫情的反复及其导致的封锁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复苏构成了阻碍 这些因素连同房地产市场的动荡 导致市场信心的下降 投资者对这些行业的乐观预期遭到了重挫 具体的影响体现在 一些曾被认为会从共同繁荣议程中受益的公司 如美的集团 龙基股份等 其股价在2023年出现了显著下跌 这一现象表明 尽管政策倾向性明确 但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波动仍然对企业的表现和股价有着深远影响 尽管如此 一些领域如半导体产业因政府的资金注入而逆势上扬 政策的支持和全球供应链重组推动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周上所述 习近平共同繁荣议程对中国经济和投资者信心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消费品和绿色能源行业在监管和政策的推动下原本被看好 但实际的市场表现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 这提示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需要综合考虑政策导向以外的市场风险 习近平共同致富议程对中国消费品行业有哪些潜在影响 习近平共同致富议程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项 旨在实现社会财富均衡分配和推动全民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策略 此议程的核心在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从而拉动内需和消费市场的整体增长 在消费品行业 共同致富议程可能会带来以下潜在影响 一、消费升级 随着政策的实施 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有望提升 这将促进消费品行业中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增加 带动消费升级趋势 二、市场结构调整 一成可能会加速消费市场的结构调整 促使企业更加关注中低端市场 开发符合广大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从而实现产品多元化和市场细分 三、创新驱动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消费品企业可能会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的革新 以提升竞争力 四、社会责任强化 共同致富一成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消费品企业可能会在生产和经营中 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提高品牌形象和消费者认可度 五、分配机制改革 随着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 消费品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体系 可能会得到改善 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稳定性 六、农村市场潜力释放 共同致富一成 对农村地区的关注 可能会释放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 促使消费品企业 加大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力度 七、政策支持与风险防范 政府可能会通过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等措施 支持消费品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会加强市场监管 防范行业风险 确保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 习近平共同致富一成 对中国消费品行业的潜在影响是多方面的 不仅可能推动消费升级和市场结构调整 还可能促进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的强化 并通过政策支持和农村市场的开拓 为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 然而 企业也需关注政策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和挑战 做好风险防范 中国政府的监管打压 对于投资者而言 哪些行业或领域可能成为避风港 中国政府的监管打压 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 对于科技、教育、房地产等行业的严格监管 已经显著影响了这些行业的投资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 投资者寻找避风港成为一种必要的策略 以下是在当前监管环境下 可能被视为投资避风港的行业或领域 一、可再生能源 随着中国政府对于碳中和目标的承诺 可再生能源行业受到政策的支持 成为潜在的投资避风港 该行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电动车等领域 二、消费品和服务 消费品行业 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基本需求的此行业 如食品和饮料、家庭护理和医疗保健 通常被认为是在经济周期中较为稳定的领域 三、基础设施 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为相关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 如公路、桥梁和机场 可能是避免监管风险的策略之一 四、国有企业 在中国 国有企业往往享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因此 在政府监管加强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 五、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行业不太可能受到严厉的监管打压 此外 随着食品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视 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可能增加 六、医疗保健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高 医疗保健行业需求稳定 且政府支持卫生服务的改善和创新 使得该行业具备成为投资避风港的潜力 七、高端制造 中国政府鼓励制造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高端制造业如半导体、航空航天和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 可能因政府支持而相对免受监管打压的影响 总而言之 尽管中国政府的监管打压给投资者带来了挑战 但也存在一些行业或领域可能因为政策支持或基本需求的稳定 而成为潜在的投资避风港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决策时 应充分评估行业特点、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以规避监管风险、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在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背景下 投资者应如何调整投资策略以降低风险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20年以来遭遇持续调控和部分开发商债务危机的背景下 投资者面临着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投资策略以降低风险的挑战 以下是投资者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可以采取的几种策略 一多元化投资 投资者应考虑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 包括股票、债券、黄金、外汇等 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特别是可以考虑增加对非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投资 如科技、消费品、医疗保健等行业 二质量为先 在选择房地产投资时 应关注那些具有良好财务状况 较低债务水平 强大现金流和稳定土地储备的房地产开发商 避免投资于那些负债累累 现金流紧张的企业 三关注政策导向 历切关注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市场动向 如限购、限贷、限售等政策的变化 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政策 这些都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考虑Rights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ights 提供了一种投资房地产市场的替代方式 可以让投资者通过持有Rights来分散风险 同时享受来自房地产资产的租金收入和潜在的资本增值 五长期视角 保持长期投资视角 避免短期的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 长期投资通常能够抵御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 六风险管理 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 包括设定止损点 定期审视投资组合和进行风险评估 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环境下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至关重要 七流易流动性 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以便在市场出现不利变化时 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可能的资金需求 或抓住投资机会 通过上述策略 投资者可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不稳定的环境中降低风险 同时寻找其他潜在的增值机会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投资决策应建立在充分的市场研究和个人财务状况分析之上 必要时应寻求专业的财务顾问意见 谢谢您收看 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则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 2023年的时候 那些相信中国共同致富一城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投资者 现在看到他们的持股价值已经大幅下跌 这些股票在2023年下跌了至少68% 成为MSCI亚太指数中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 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中国复苏受挫 以及房地产危机的损害 这告诉我们 投资者不能只看重政策 还需要关注市场的风险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的共同致富一城 对中国消费品行业的潜在影响 这一一城旨在促进社会财富均衡分配 拉动内需和消费市场的整体增长 在这一城的推动下 消费品行业可能会迎来消费升级 市场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等潜在影响 同时 这一城也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可能会促使消费品企业 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形象 投资者应该在考虑投资这些行业时 充分评估行业特点 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以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政府的监管打压 对投资者的影响 在政府监管加强的背景下 一些行业或领域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避风党 比如可再生能源 消费品和服务 基础设施 国有企业等 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政府政策和市场动向 并在投资时采取多元化投资 关注质量 长期视角和风险管理等策略 以降低风险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背景下 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投资策略 以降低风险 投资者可以考虑多元化投资 关注政策导向 考虑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ghts等策略 以降低风险 同时 保持长期视角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留意流动性 也是重要的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分析 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